大家好,我是虎客王的楚言 AE教程中关于追踪与稳定这部分课程 由我来给大家讲 首先我们来学习稳定 所谓稳定 就是由于拍摄者手持摄像机 或者摄像机架设不稳定 造成的画面抖动 我们用后期软件消除它 这里有一段我在公园用手机 边走边拍摄的一段画面 大家看一下 前面有一段抖动 后面还有晃动 下面我们用变形稳定器来修复它 这个工具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 它可以在效果扭曲里面变形稳定器 这里也可以在动画菜单下面找到 变形稳定器 还可以在窗口下面勾选跟踪器 跟踪器窗口就会出现在右下角 我认为最好用的还是把工作区直接布置成运动跟踪模式 下面我们就开始稳定画面 选择需要稳定的这一层 在选重状态下 点击变形稳定器 只需这一步 几乎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计算机开始自己计算 计算速度取决于硬件 也取决于原视频的分辨率 很快几秒钟的视频就已经稳定完毕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相比之前就已经顺滑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状态 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打开变形稳定器 看一看下面可以调整的参数都有什么 首先平滑运动可以选择成无运动 无运动用的非常非常少 咱们试一下 在无运动状态下 它把我往前走的速度都已经抑制到快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周边画面的变形 所以这个我们用的很少很少 还是把它切换回来 下面来看平滑度 平滑度直接影响到下面一个参数 叫自动缩放 当平滑度越高的时候 画面放大的比率 也会越大 也就是说 我们会失掉更多的周边的画面 所以看大家的需要 来调整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 接着往下面看 方法 方法的选项里面有 位置 位置缩放 旋转 透视 子空间变形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子空间变形 咱们来选择第二项 位置旋转 缩放 看一下 也很稳定 只不过画面变形比较厉害 所以这项我们也不常用 还是选回子空间变形 接下来我们来看边界状态的选择 默认的也就是我们最经常用的 我们看看其他的 在这我就不一一带着大家尝试了 大家自己可以回去调整一下试试 第三个选项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如果对画面的缩放要求 不是特别特别严格 尽量不要选择第四项 因为第四项计算非常慢 在下面的高级选项中 我们一般经常用到的只有一个 就是跟踪点的选择 我们来勾选 显示跟踪点 这就是计算机自动选择的跟踪点 放大一下 画面中有一些人 人是在动的 我不希望计算机来跟踪这些点 所以我把这些点选中 圈起来 按Delete键把它删掉 把时间线向后挪一段距离 这些点又会出现 之后再圈起来 再删掉 这个操作做的次数越多 最后跟踪的效果也就会越好 再多选择几次 再来一次 之后 我们可以把显示跟踪点去掉 这个时候的计算结果 就更加精确了 现在我们对片子的稳定处理 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经常在拿到片子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给它做一下稳定 好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学设计上护课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